您看 金香大蒜能有今天的规模 这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 这项产业最初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 当时大蒜品种比较单一 只有一种杂交蒜 这个蒜个头不大 产量又不是太高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老百姓种植大蒜依然可以赚到钱 这样对于新品种的需求 也成了老百姓的一个强烈愿望 从那时起 当地的种植资源库就开始筹备和兴建 先后搜集了440多种世界各地的大蒜品种 通过优中选优 最终9个产量高 抗病虫害能力强的大蒜品种 被当地推广种植 其中表现最好的就是太空蒜 这个太空蒜 母产鲜蒜能达到2000公斤以上 品质和产量有了保障 归根结底还是要保证老百姓的收入 为了提振蒜农种植信心 当地推广了大蒜价格保险 整幅布铁64% 蒜农是称单44% 如果小手价格体育 年初确定了目标价格的价格是 由保险公司来理配给蒜农 连续8年来 我们共承包这个大蒜目标价格保险 326万目 为老百姓理配是5.18亿元 买了好年了 年人买 今年看上花蒜 今年这个为啥花蒜 今年它保的一块是1块9毛3 原来是1块7毛多 有了保险嘛 对老百姓还是好得多 他心里有底了 接着